大溪慈湖两桨文化园区与头辽一带 是桃园最热门的观光景点之一 但其实还有一个秘境 值得游客来造访 位在北恒游客中心旁的 大溪头辽生态步道 全长1.2公里 沿着草岭溪与台七线平行延伸 途中可以欣赏到丰富生态 以及自然景观 但是现场的硬体设施需要更新 在水岸环境上也缺少规划 以及整顿 施议员李博芳特别与风景管理处 水务局等机关前往会刊 希望可以重新整理周边环境 再造大溪头辽步道的风华 所在位置是池湖的经贵园区 这后面是我们池湖通头辽的一个步道 这个步道它的环境非常的优雅 不过这个步道因为中间有一个河系在 就是我们的草岭溪 那么因为这个河道里面是比较杂乱的 那这样这么重要的一个步道 如果说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草岭溪 整治成为一个清水环境的话 势必可以优化整个旅屋的一个品质 所以今天特别来这边让大家看到 我们的头辽跟池湖的步道 也来看一下我们的草岭溪 大溪头辽步道在民国98年就完工启用 十多年来并没有足够的违韵与诊件 比伯方就建议连同周边环境以及硬体维护一次改善 就能增加民众游玩的便利性 让民众透过步道一路走到慈湖游玩 也能带动地方观光 这个步道呢它的长度约2公里 那它是主要位于这个衔接的整个头辽 跟池湖停车场的两个一个中间点 所以这个步道一旦完成了之后呢 不管是您车时停到头辽的游客中心也好 或者停到池湖游客中心也好 就可以透过这个步道去连接 那么也可以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旅游的环境 所以我们就想说 如果这个步道能够把它建构起来 第一个它距离不是很长 对于喜欢这个运动休闲的民众而言呢 也不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步道环境 这个步道也显然所知 所以无情中既然我们花了这么多的一个预算 那么同时有这么优雅的环境 事实上如果说这个步道可以让所有的游客知道 那也可以让游客增加一个旅游的一个趣味性 跟一个休闲性 所以这个步道的整治 这个河道整治就非常的重要 风景管理处表示 生态步道先前已完成修闪工程 后续会在家里维护处理 破损较严重的木栈道 栏杆 座椅 部分扶手会进行安排修闪更换 并加强生态景观的保护以及硬体维护 提供民众更安全舒适的搜集步道 隔壶到金国林寝这边 导致军方建制的一条巡烧步道 那在十几年前我们管理军有做过改建 那木道木线也已经十几年了 那很多的这个铺面跟扶手都已经坏掉了 那我们这一次的整修主要是针对这个扶手做更新 还有铺面做局部的改善 另外在珍贵这个解说牌的部分 还有一些防落石的一个设施 安全性的部分做一个加强 那还有这个沿街 阶梯的这个指滑条 我们也会沿路做的改善 那主要是希望提供民众一个比较安全 舒适的一个休闲运动的一个步道 而在水岸环境上 水务局方面目前也有完成整治规划 包含生态景观保护载造 以及新增硬体设施 提供民众更安全舒适的水岸修气空间 让步道的观光机能更多元 这次跟水利署争取了几千万的一个 听费来投注在草岭溪的 水域的水环境的重塑 那我们这次的范围大概就是从 草岭溪的下游 福安三号桥到上游的福安四号桥 长度也大概在800公尺左右 那可以看得到这个水域的部分 配合未来我们风宛处这边的 投料生态步道的一个整修 那相信这个整个环境都会非常的好 那我们会在这个阶梯平台这个地方 我们会跟风宛处来讨论 做一个开口 那未来民众可以 因为这边的水质生态环境非常的好 我们希望能够让民众能够 能够清净水域 那我们会沿着既有的一个 固床工来做一个整理 让民众能够实际上 透过这个进水清水 来体验这个生态环境的一个学习 沿着步道前进沿途绿树遮映 在热天时感觉十分清凉 放眼望去是田野山乱风光 适合全家散步的路线 市医院李伯芳也希望能大力行销这条步道 可以把地方上的观光景点串联起来 扩大观光效益 这条步道未来如果完成之后 包含我们的水岸的治理完成之后 希望在观旅局 不管是水务局或观旅局 整个他们的网路平台 它应该要被呈现 否则我们既然有这么棒的环境条件 却没有让这个游客知道 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希望就是说未来 再完成之后 甚至于市长也可以来好好走一下 这个我们桃园 帮我们行销 我们桃园最棒的一个环境 步道环境 步道周边有着许多著名的旅游景点 在步道骑驶站的经国纪念馆 也已完工开放 可以让游客了解北恒的历史故事 提供游客游览 借由大溪头辽步道 串联这里与慈湖两讲文化园区 也可以成为当地的观光新亮点 也要是转称的 看起来的 谢谢观看